近期的巨人最终章终于迎来更新 所有人一起等待的那个早已知晓的结局终于到来 足足十年的陪伴 我们的青春终于在此刻画上完美的句号 艾伦大战艾尔敏 两名超大型巨人展开殊死搏斗 关键时刻 三力来到了艾伦的身边 亲手斩下艾伦的头颅 随着艾伦的死去 一切真相全部浮出水面 始祖尤米尔之所以会在两千年的时间里不断地服从福利自亡 仅仅是因为在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对方 冥冥之中 艾尔敏和艾伦来到了海面 艾伦终于说出了 自己一直埋藏在心中的那句话 而当时三力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 居然就是让巨人的力量 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战斗进入高潮 被炸断头颅的艾伦竟然化身为超大型巨人再次降临战场 就在这时 三力的头突然开始痛了起来 与此同时 艾伦的话语在他的脑中浮现 恢复力量的阿卡曼 经常会出现头痛的现象 从来不报任何疑问 成为只会服从命令的奴隶 就在这时 兵长命令所有人都坐到法尔科的背上 赶紧离开这里 尽管他很不愿意这么想 但不可否认的是 只有阿卡曼一族和拥有巨人之力的人 才能阻止这场灾难 皮克痛哭着 还没来得及好好团聚 就再次面临分别 法尔科也在此刻痛苦地嘶吼着 让和康尼搀扶在一起 难道这就是他们调查兵团的结局吗 下一秒 在场的所有埃尔迪亚人 全部都在一瞬间变成了无垢巨人 莱纳注视着从高空中坠落的无垢巨人 心中满是绝望 此刻 无数的巨人同时跳向一旁的怪弹虫 莱纳看到这一幕彻底猛了 这只怪弹虫巨人找来了一支军队 开什么玩笑 下一秒 怪弹虫组成的巨人堆 全部向着莱纳冲了过来 莱纳之身一人冲向怪弹虫所带领的军队 此刻他发现无垢巨人中有许多熟悉的面白 科尼 约翰 甲碧 甚至是他的母亲 全部都化为了无垢巨人 就在莱纳一人抵抗怪弹虫军队的时候 皮克从法尔克的身上一跃而下 化身为巨人 来帮助莱纳面对怪弹虫 随后 法尔克带着剩下的人飞向战斗中的爱人 此刻的三力突然开始剧烈的头疼 他已经没有办法继续承受 此刻的他只想回到过去 回到那个属于他们的家 三力陷入幻想之中 在这个幻想中 艾伦带着他逃了出来 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过着安定的生活 此刻的三力只觉得自己做了个很长的梦 可就在这时 艾伦发现三力居然哭了 三力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流泪 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待在这里真的好吗 听到这里 艾伦默默起身 那一天 他们二人抛下了一切 一路逃到这里 马来的战争也已经结束两个月了 如果不逃走 大家都会被杀死 对他来说 不管是要将艾尔迪亚人推入地狱 还是大量猎杀岛外的人 他都做不到 所以还不如就这样 静静地度过剩下的四年余生 找到没人的地方 就他们二人 这不就是当初三力的想法吗 可三力却在此刻露出了释怀的笑容 他对艾伦道歉 明明已经说好不再提这件事了 可这时艾伦却让三力答应自己一件事情 要是自己死了 就把这条围巾扔了 今后的他还有很长的日子要过 不如就这样把自己忘了 自由地生活 然而三力却并不打算这么做 他抽出藏在衣服内的红色围巾 紧紧地绑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把围巾扔掉这件事 他根本做不到 随后 他请求所有人帮助自己 让自己来动手两劫艾伦 收到了三力的命令后 艾尔迪用手抓住艾伦的头 兵掌飞到艾伦的嘴边 用雷枪将艾伦的牙齿封碎 为三力开辟一条道路 冥冥之中 艾伦和艾尔迪回到了小的时候 艾尔迪询问艾伦 对方是因为透过禁机的巨人的力量 看到的未来才会这么做 但有必要这样痛打自己一顿吗 艾伦拼了命就是为了推开了他们 有时他自己也在想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反正就是顺水推舟就这么做 可艾尔迪却觉得 这些话应该对三力说 而不是对自己说 艾伦胡说八道的那些话 伤透了三力的心 而艾伦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将被他推开的所有人 塑造成讨伐艾伦 拯救人类免于毁灭的英雄 他们也将成为幸存人类的恩人 身为岛上的恶魔 却为了贯彻人道而背弃帕拉底岛 他们应该成为这世上 最该被表达敬意的对象 并且帕拉底岛 也不会遭到墙外人类的报复 因为地名将杀死八成的人类 所以根本没有余力发动战争 听到这里 阿尔敏陷入了沉默 对方真的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就在这时 艾伦站了起来 他决定带着对方去另一个地方 聊聊始祖尤米尔的事情 而此地 就是所谓的火焰之水 就像是河流一般流动 2000年来 始祖尤米尔持续服从福利兹王 所以至今巨人的力量依旧存在 面对将故乡烧毁 杀死亲人 还将他舌头拔掉的人 尽管得到了等同于神的力量 依然对他服从 艾伦透过道路接触到他后 明白了一件事 虽然令人难以置信 但始祖尤米尔他 居然深爱着卡尔弗利兹 这就是2000年的真相 他始终无法理解 始祖的内心深处的想法 不过对方的确是为了追求自由而饱受折磨 2000年来始终追求某个人 能让他从爱情的痛苦中解脱 而如今终于出现了 那个人就是三利 只有始祖尤米尔才晓得 三利究竟在想什么 艾伦只知道的是 三利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他不断的前进 都是为了抵达那个结果 涅沙八成的人类 在帕拉底岛让大家互相残杀 在受公仪式上看到未来后 艾伦一直独自默默地承受着 始祖的力量所造成的影响 让过去与未来的界限消失 让他们同时存在 所以艾伦渐渐渐地 无法分辨过去与未来 那天 贝尔托特还不应该死 所以他放走了对方 让他离去的人正是自己 随后 两人来到了另一处场景 这是一望无际的海边 艾尔敏询问艾伦 对三利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道对方认为 他能够忘记自己 跟别人幸福地生活下去吗 就如同艾伦希望的那样 艾伦给出的答案 确实不知道 听到这话 艾尔敏一拳头轰了上来 这才不是一句 不知道可以解释的 他可没有说过 要原谅艾伦 对方糟蹋了三利对他的爱 对总是那么拼命 眼里始终只有艾伦的三利 对方居然以为 他能够忘掉自己 至少艾尔敏认为 三利应该忘了对方 这种复兴汉 幸福过日子才对 不过 感觉他说不定 很快就能找到不错的人 把艾伦忘得一干二净 听到这里 艾尔敏询问艾伦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但艾伦却认为 自己是不可能被原谅的 因为他已经让太多人 失去了生命 就算不知道 最后是否会被他们阻止 艾伦还是打算 踏平这个世界 至于为什么 他也不知道 就只是想这么做而已 很快 二人对话的时间也快到了 当这一切结束后 他会再次想起这里的灰影 艾伦无法知道 死后发生的事 不过对方一定可以 前往城墙的另一侧 拯救人类的人会是对方 阿尔敏 转眼间 阿尔敏回到了现实中 此时此刻 战争已经结束 两只超大型巨人 已经化为骨骸 烟雾中 三利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的手里 拿着自己心爱之人的头颅 看到这一幕 阿尔敏再也控制不住 眼中的泪水 抱着艾伦失声的痛哭着 原来 三利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 就是让巨人的力量 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 所有人都恢复成了人类 每个人都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战争结束后 世界恢复了和平 距离被称为 天与地之战的那天 已经过了三年 艾伦将世界托付给他的伙伴 在这个没有巨人的世界中 他们传送着自己的故事 原本互相残杀无数次的人类 为何会来到帕拉迪道 诉诸和平 他们要将一路所看见的故事 将一切的经过告诉给这个世界 天与地之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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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 謝謝